歡迎來到 TVBS哨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郭政諒委員 黃偉翰先生 賴斯堡委員 王玉敏副部長 張思綱議員 好 烏克蘭有海馬斯跟魚叉飛彈 也發揮了一些威力 不過 二十五年代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說 我要優先打擊海馬斯跟魚叉飛彈 要摧毀烏克蘭的遠程火箭系統 來一個 我把你炸掉 看你還打我 還來威脅我 好 然後俄羅斯公布 他怎麼把海馬斯飛彈 給他摧毀的戰果 還真把他摧毀了 一共其實沒幾套 我記得第一次講送四套 然後再送幾套 其實那個沒有很多套 但是他已經至少這邊 他說他把他炸毀了 而且還有相片給你看 把他炸毀了 另外我覺得俄軍 現在也打了已經殺紅了眼 他的飛彈去打烏克蘭南部 把尼古拉耶夫兩個大學給炸 你炸大學幹嘛 通常我們對大學 總是給他一定的尊重 對知識的尊重 當然除非他又講說什麼 你們軍人都躲在那個大學裡面 另外烏克蘭北部 中部 東部 南部 都被俄羅斯攻擊了 而且現在不是只打軍事設施 七成都針對民用設施 你俄羅斯一定說 他已經不是民用設施了 他反正學校也好 醫院也好 反正到處去打 打完了以後就說 那個都已經變軍事設施了 事實上怎麼樣搞不清楚 另外這個 目前俄國控制的前烏克蘭土地 克里米亞在這個地方 他這邊也都去炸 哈爾科附近他也炸 到處炸 另外他的南部陣型已經開始加強防禦 因為他覺得烏克蘭會來反攻 同時把這些物資都往馬利坡 往馬利坡去輸送 在這邊集中 另外俄羅斯現在高薪徵聘聘教師幹嘛 到烏克蘭糾正教育洗腦 就烏克蘭因為很多人佔領了 他派老師去趕快改教科書 改課綱 然後要有新的不同的交法 我們先看一下他怎麼摧毀海馬斯 搬出FH70輕引式榴彈炮 鎖定二軍陣地開火 烏克蘭士兵在頓巴斯持續反擊 現場還能看到美國援助的M7770 流彈炮 德國的自走炮也發威 用一百五十五公里火炮摧毀 俄軍裝甲 西方軍援有如大補丸 助攻烏軍反擊 其中這一款更被稱為 抗俄神器 洗腦旋律搭配火箭發射震撼畫面 烏軍特地製作歌曲讚揚美國軍援的 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歌詞提及一枚又一枚的火箭 打在邪惡敵人身上 釋放烏克蘭所有憤怒 好幾週以來 海馬斯已經推毀超過三十個 俄軍設施 當然被視為眼中釘 為了提振受到海馬斯嚴重打擊的士氣 俄羅斯國防部長視察前線 下令優先摧毀這些烏軍使用的遠程武器 英國情報指出 俄軍已經多達五萬名士兵陣亡 穆辛兵又有難度面臨資源耗盡 我覺得五個月來 其實基調都沒有改變 現在因為有海馬斯的飛彈打你 那我就加強我的轟炸 但是你轟炸的是打友軍 叛軍還是政府軍 你現在打老百姓 還是打就對你不友善的人 他現在連烏南的造船大學都炸了 所以這樣兩邊看起來都有在強化自己的陣線 但強化的結果 都沒有辦法一限定江山 都沒有辦法有決定性的動作 讓這個戰爭做一個結束 所以這個其實只有增加老百姓的痛苦 你看他現在 俄羅斯基的老婆去美國了 這讓你想起 當一個國家被欺負 而要動用到夫人外交的時候 我們當年的Madame 就是當你覺得說援助我的人 也許有一點後繼無力 也許需要我去鼓舞一點士氣 他才要去 他去像給誰講 給國會演講 跟蔣夫人完全一樣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一種 撐不下去 我覺得現在的重點是說 到底美國的終點結果是什麼 烏克蘭是什麼 然後你去想俄國的終局結果點 到底是什麼 這三個點如果不重疊的話 這變成沒完沒了 我覺得這個Madame去美國的時候 其實去國會不重要 因為國會本來就是聽你的 你要去問問白宮 到底我們要達到什麼程度 白宮會說 你說 問你先生 不會這樣嗎 我覺得問小的沒有用 要小的問大的 我就說 拜登現在都怪到責任司機 他說我早就跟你講了俄羅斯會打 你不相信 你看你打成這樣子 還要叫我們跟你援助 他現在反而怪他 責任司機定說 當時不是你鼓勵我嗎 一定是你鼓勵我 他現在互相推了 所以這樣的爭辯是沒有意義的 五個月前講什麼 我有沒有聽進去 是沒有用的 現在怎麼辦 這個點 你重新告訴我你要什麼 你要我達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回去告訴我老公 我老公馬上告訴你 這個一定 我現在覺得老美 我老公就回來罵我 說你講什麼 我覺得現在連老美跟老烏 彼此心靈都沒有交集 我覺得從一開始就沒交集 互相利用 好吧 折倫斯基 現在把國安局長 跟總檢察長File掉 說他們兩個部門 只有60多個人通敵 這個是國安局長 是女生 然後這是檢察總長 都把他們File了 所以他們這裡面 一大堆叛徒 怎麼不槍斃 跟俄羅斯綁在一起 另外美國國務院說 俄羅斯長期就要顛覆烏拉克 我也相信 他在旁邊 他們原來是一國 他們原來就是蘇聯 蘇聯根本很密切 最接近很密切的 歐美現在瘋狂制裁 一波一波 現在可能到第七輪 要制裁俄羅斯 普丁也不投降 普丁會下台 當時還有說普丁會被暗殺 普丁得癌症 普丁是替身 弄了個半天 普丁在那邊好好的 這樣有時候會出國 跟人家視訊等等 所以俄羅斯 普丁在俄羅斯很難垮台 所以當時認為會 他不太 為什麼俄羅斯靠什麼 靠外匯存底很多 靠黃金很多 靠外債很低 還有經濟他能夠自給自主 你就沒辦法他了 他自己能夠 你不要看譬如說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頭30年 把國民黨趕走頭30年 他也鐵木關起來 他自己幹 苦很苦 他自己幹 他跟外面跟我不接觸 你要跟他救他 不跟你接觸 對不對 然後跟我們來講 漢賊不良力 賊利漢不利 我們也不能接觸 他在那邊搞30年 也沒怎樣 也沒死掉 北韓跟古巴還不是一樣 對 所以你制裁不敢北韓 不敢古巴 不敢 不管伊蘭 你會讓他苦 讓他人民受很多苦 但是他那個政權 反而更穩固 真奇怪 照理講他被制裁 人民應該不買 應該抗暴 沒有 你越制裁他 他越苦 他政權越穩固 因為他越可以跟老百姓 我們要團結 他們欺負我們 你看這美國多壞 以美國為首的 這個美邪惡帝國打我們 所以我們要團結一起 你要萬一我繼續幹 不都是這樣子嗎 所以老美這一招 我覺得應該好好檢討一下 來 鄭大陸怎麼看 雙方民調都在往上爬 兩個民調都超過八成 嚇死人 所以表示國人都很支持 所以現在的重點在於 雙方都沒有方案 比如說俄羅斯就說 不然我佔領了 我就到此為止 我不在攻心的地方 烏克蘭不能接受 烏克蘭要他撤軍 可是你憑什麼叫人家撤軍 你就要把人家打退 所以他一定要在反攻之戰 有所表現 所以他就處於動員之中 這個時候就是要有大國 進來幫烏克蘭 不然你怎麼勸得到俄羅斯 俄羅斯為什麼要甩你 所以唯一的兩個大國 就是美國跟中國 可是這兩個國家 現在都不願意動就這樣 所以就卡在這裡 然後你就看到 烏克蘭確實從海馬斯 然後北約提供衛星 因為他打了大概有30個目標 真的都打到了 所以俄羅斯在抓狂 他就到處要報復你 所以你就看到 他只要稍微認為說 這裡有住軍人 軍官宿舍或者有設備 他就打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慘劇 比如他那天打到一個 維尼查那個軍官宿舍 死了很多婦女跟小孩 因為他們就住在一起 你現在就是 倒楣的就是烏克蘭人 就這樣 好不好 俄國現在把天然氣武計畫 本來就是 歐盟現在說 好吧 我不從俄羅斯進行 我從亞塞拜人 他們現在到亞塞拜人 所以要多買好幾倍 有沒有用 你看歐盟的自由會主席 范德蘭都自己跑到亞塞拜人去了 滿臉堆笑 看沒有 連國際能源組織已經警告了 所以沒有俄羅斯的天然氣 歐洲冬天過不去 你們光在想什麼亞塞拜人 那產量怎麼夠 而且天然氣那麼好運的 他那個運輸管線搞多久 才能搞出一個管線 你光看台灣搞個什麼 三接四接搞多久 三接四也沒搞起來 那麼快天然就來了 那是氣 對不對 你要把它壓縮壓縮壓縮 低溫高壓變成液 液化天然氣 然後它再變成氣 這件事情過程也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說轉就轉也沒有那麼理 所以國際能源組織管這個 他全世界就很了解 他說你歐洲冬天過不了 夏天已經死了多少人 光一個西班牙就死了好幾千人 熱死的 冬天你絕對會凍死多少人 這很麻煩的 你看現在俄羅斯的北西澳 說由於不可抗力的原因 所以什麼時候再恢復 不確定 不敢說 來 大偉 我想這樣子 美國跟西方世界 其實他應該看清楚一點 連續這麼多波 對俄羅斯的制裁 到目前為止 打仗到五個月了 效果就是不好 不好 你看他臂子就好 蘆布並沒有跌 並沒有慘跌 他還回來 是不是 而且不要忘了 他除了天然氣以外 還有很重要的小麥 他還是世界很大的出口國 還有肥料 全世界用很多的需要 所以他本身來講的話 他地大 而且這個天然物質很豐富 他可以跟你 好 現在主要還是看美國 我覺得說美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之所以不出手 那是看美國態度 就是到底美國怎麼樣 以現在整個狀況來講 有很多細節打來打去 這種東西 真的我們看的時候 替烏克蘭人來同情 這個平民也被炸死了 請何以看 這個東西怎麼結束 以俄羅斯來講 能不能夠滿足說 我現在佔領的烏東跟烏南 就停了 就結束了 可以進去嗎 問題是烏克蘭不肯 烏克蘭說這怎麼可以 上前辱國 我就各地賠款 問題是你現在來講的話 怎麼打都這個樣子 我認為美國態度 就是說他敢不敢 說我真的要幫助烏克蘭 我就出兵 他出兵就整個不一樣了 他只要說他要出兵 那就不一樣了 可是問題這點絕對沒有 他已經定掉了 你說這個賬是你要 自己要負責任 變這個樣子 所以整個看就沒完沒了 全世界都在看 這一場怎麼收場 到目前為止 至少不到答案的 就譬如說繼續打下去 要打多久 不知道 要冬天馬上來了 歐洲那些國家 九月 九月就冷 很冷 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 當然 你說歐盟制裁 美國制裁沒有用 但是就是說 不是那麼快達到效果 一定要會拉長時間 對俄羅斯 但是對歐盟說 關個天然氣 會讓歐盟這些國家 GDP最差會少1.5% 也是很多 你影響到它 你也影響到你自己 不過有一個消息 是說克林姆林公說 普丁跟土耳其從埃爾頓 會在德黑蘭會商 在伊蘭德黑蘭會商 烏克蘭穀物出口 讓不讓穀物出口 去拿哪些國家 那他出多少人 所以他們會會商 會商 會商他也許可以掠解 掠解這個糧食的問題 來 我看怎麼看 只要戰役不減 然後武器又持續到位的話 這個戰爭 海馬斯剛剛我們看的影片 多振奮還有哥對不對 因為海馬斯是這樣 他那個系統是可以 據說可以穿越俄羅斯S400的 也沒有解釋 所以他過去對戰時間 已經吹回他十幾個彈藥庫了 你吹我的彈藥庫 他其實是因為海馬斯 我能打得到 顯然他的衛星也掌握到 所以他能打 所以才會有剛剛亮哥講的 文尼查的那個 基本上他不是一個軍事據點 他只是個宿舍 而且有老人 小孩 咖啡店騎單次人 通通都被炸了 你用海馬斯對我 我就打回去 我剛剛查了一下 海馬斯六月美國給了四套 七月又追加四套 所以他有八套 我們台灣有買 他設成可以到300 只是我們不知道有沒有到那麼多 我們買了 我們就說 他可以到300 可是我們是在100公里以內 就是我們希望海峽重線 是180到200 不要打到東南沿海區 不過你放心 我們很厲害的 把他增長 我們偷偷在裡面給他調整 可以打500公里這樣 好不好講 所以海馬斯現在變成是神器 所以這兩天在 尤其是上個禮拜 在很多 因為烏克蘭人都喜歡用推特 這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最近最風靡在網路上面的 就是聖海馬斯系統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反俄羅斯系統 他們覺得這個海馬斯 是可以保衛克蘭的 但是我剛剛講的 海馬斯到位之後 確實是反擊了 可是也造成了 像無尼茶這樣子的地方 可能還會持續被炸 平民死傷會更多 那個離烏東跟烏南很遠 在基伏以西 200公里的地方 完全不是個戰場 騎個腳踏車買咖啡 砰的一下打下來 他用這個魚叉飛彈打過去 就是建設飛彈 巡翼飛彈不是魚叉 對不起 巡翼飛彈從海上直接打過去 打一個不是交戰的地方 為什麼 你用海馬斯打我 我就打你沒有交戰的城市 所以拼命的死傷變得更嚴重 而且他現在搞不好找藉口 這個地方我為什麼炸他 因為我認為他藏了海馬斯 那個地方我為什麼炸他 我認為海馬斯在那個附近 俄羅斯系統都這樣 所以雖然是民間用途 我認為已經把它當成軍事用途 所以雙方其實都滿慘的 需要再回來 拜登最近常講錯話 不過我也覺得幕僚應該知道 他可能眼睛也不是那麼好 你給他寫的稿 就不要那個相似的字 你那個字就不要寫太 你那個字要寫得 不要很近 因為因為英文的字是很像的 你知道嗎 你很像的 他可能就會唸錯 等等我們再看 但是前白宮醫生 這一定是共和黨的 就是說他的認知能力問題 可能不能做完整個任期 不知道 如果他現在醫生講 我就相信 這是前白宮川普的醫生 現在醫生怎麼敢講 你好奇怪 我懂 但是你前面的醫生講 你會相信嗎 好 那麼 我剛剛講 我又講錯 你看他把 Selflessness 講成Selfishness 這個叫做Self 就是自己 Less 就是無私的名詞 無私的形容詞加NES名詞 美軍是無私的 他說美軍在這邊都是無私的 為國家來奉獻 包括我的兒子以前也是在這邊 當少校的 他講成Selfish Selfish是自私的 自私的 但你看這兩個字 很像 真的是很像 所以他的幕僚應該知道 以公眾場的演講 你那個字 用的應該是要差別的 上次也是這樣 那個字很像就唸錯了 就唸錯了 所以他自己也要知道說 因為是這樣字 要看一下說 我不會唸錯 唸錯給他笑話 所以本來向美軍的 無私而來致敬 變成向美軍的自私來致敬 就變成這樣子 英文跟我們不一樣 英文很多時候加一個字 完全意義相反 我們不同的話 寫一個不 你就知道了 他不是 另外民主黨也不耐煩 為什麼說拜登 從槍的控制到墮胎權 他說他是一板一眼 尊重法律 尊重法院 尊重大法官的解釋 誰叫你尊重 川普有尊重嗎 川普也不尊重 你怎麼能夠尊重 然後就說 譬如說墮胎 他說要不然就國會去通過 那他希望國會通過 國會就很難通過 控槍 希望國會通過 因為美國總統他有行政權 他有特權的 他可以發行政命令 雖然有爭議 但是你可以做 你盡量去做 這對我們民主黨來講 要控制槍 要有墮胎權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一板一眼 搞了半天 不是把共和黨把槍搶去了嗎 所以民主黨裡面 也慢慢的對他不耐煩 不耐煩 然後特別是年輕世代 Z世代受夠了 所以94%的民主黨年輕人 希望他不要再競選連任了 另外 他的第一夫人 現在都是出動夫人 烏克蘭 周恩斯也太太去美國演講 濟爾也在國會去演講 或是到處演講 其實他先生募款 募款 因為美國選舉募款很重要 沒有錢你都不要搞了 花很多錢 好吧 到底我們看 另外就是英國 英國的首相現在要換人 日本共同社說 如果老共打台灣 英國不管哪個首相 都會幫助美國 而且英國可能是歐洲國家裡面 只有唯一的願意跟美國 因為英美血濃於水 二戰他們就站在一起的 英國跟美國在外交上 也都一步一軀的 到底會怎樣 英國誰會來當首相 說可能這一個 印度一的 因為印度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印度人 其實包括馬來西亞人 新加坡人 香港人 做過英國殖民地的留學 都喜歡到英國去 這個很奇怪 留學就要到英國去 他們很少到美國 不常去美國 台灣人喜歡去美國 但他們都喜歡到英國去 他們移民也喜歡當英國 也喜歡做英國人 沒有那麼想做美國人 那印度一 他是原來的財政大臣 所以他現在有可能變成 新的首相 有可能變成英國新的首相 所以他是領先擴大了 那會怎樣 我們看一下英國 英國前首相強生辭職後 保守黨魁之爭 進入最後五強 強調處理經濟第一要務 就是解決通膨 而非大力減稅 英國前財政大臣 蘇納克在第一輪投票 拿下最高票 除了印度裔的身份 蘇納克也被視為是親中派 早在今年一月 他就呼籲 必須做出像海一樣大的徹底改變 來修復中英關係 排名第二的國際貿易副大臣 摩丹特也被看好 在英國網站上 超過十位候選人中 他位居防守 就連英國賭盤也看好他出現 英國可能迎來第三位女首相 不過摩丹特對中國的態度 可能比強身更強硬 只是外界關注 如果摩丹特當選 他可能帶著四隻愛貓搬進官邸 那原本常駐官邸的第一貓賴瑞 又該何處何從 保守黨舉行新任黨魁領選 誰會接替強身出任首相 結果將在9月5號揭曉 英國的選制是國會議員先選 他開始 他一輪一輪一輪 每一輪都要拿到30票 國會議員來投 保守黨的國會議員 所以第一輪有一個不到30票 就被幹掉了 然後有兩個 第一輪兩個幹掉 第二輪一個幹掉 現在第三輪 他財政大臣蘇納科最高 然後接著要給黨員投票 大家不要看一個保守黨那麼大 英國國會執政那麼久 他也不會支持19萬黨員 19萬投票 所以黨員不用多 多沒用 黨員要項信力高 項信力高1萬個 比那個多100萬的都有用 所以英國其實情況是這樣 來 斯高你笑 你說 黨員多寡不代表執政能力的強 所以其實小而驚悍的政黨 其實以後會是一個 比較容易操作跟主流 國民黨一直都是黨員最多的政黨 所以不要迷失數量 不過國民黨現在不多 現在三幾 國民黨最多的時候 有兩三百萬 現在已經上下二三十萬 已經少很多了 三十萬不到 稍一個零三 Anyway 我覺得大家對於 拜登事情比較有興趣 因為包括他這個就任之後 包括一些行為言語 常常成為大家注意的焦點 不過他今天為什麼 都在位置上 我覺得要感謝川普 因為很多民調說 民主黨裡面對於拜登很不耐煩 但是萬一他代表民主黨 對手是川普的話 他很害怕川普 還決定還是有投拜登 目前的民調拜登跟川普 拜登贏 拜登贏 因為他太害怕川普了 民主黨裡面的這些自由派 或民主黨的支持者 很害怕川普又頒事回朝 那時候又回到過去四年那個惡夢 前四年的惡夢 所以寧可兩拳相愛取其心 還是繼續向拜登 繼續帶領民主黨 不過要看說 今年的期中之後 民主黨內部有沒有挑戰者起來 比如說像一些州長 一些不錯後面的一些參議員 有沒有開始挑戰拜登 如果挑戰拜登成功的話 他基本上拜登這個維持 就比較困難 另外一點 像民主黨裡面 對於墮胎的問題 事實上是民主黨內部的主流 但是拜登的這些想法 坦白說就是老派政治人物 什麼叫尊重制度 尊重國會 尊重各種立法 但對於裡面 比較自由派的年輕女性 年輕的選民來說 你要拿出一點 作為說你要對抗這種保守的 大法官的這個解釋 所以你在拜登的民主黨內部 我覺得也醞釀一個 反拜登的風潮 所以要看今年的這個 其中選舉是否能過 其中選舉怎麼過 就看美國國內現在的經濟情況 以現在的經濟情況來看 民主黨的其中選舉 大概輸的機率比較高 來 玉銘 我覺得拜登的挑戰 真的滿大的 你可以看到拜登的企圖心 他當時當選的時候 他認為他整個美國 他帶領重返這個國際的舞台 包括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役 他也希望自己有很大的 這個國際舞台的空間 但是幾輪下來 他自己個人表現出來的 的確美國民眾 沒有那麼的欣賞他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這個國家 他是喜歡他的這個領袖 是一種英雄級班的人士 就是他可以展現某種的決斷力 或者是比較強悍的形象 但拜登到目前為止 他雖然有穩的一面 但是剛剛媒體也講 這些年輕世代 對他不耐煩 就是說你的穩 讓大家覺得你的老 然後你的守成 然後看不出美國的朝氣跟希望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你看他的第一夫人 現在頻頻出招了 之前他的第一夫人 還跑到烏克蘭 就是跟烏克蘭的第一夫人見面 這是為什麼 是在幫拜登拉抬他的整個外交上面 就是至少讓大家看見說 我先生當這個美國總統 我第一夫人也親自到這個 戰地烏克蘭 然後去挺這個烏克蘭 是希望用外交來稱他的聲勢 但是上一回合 拜登又跑到中東去 他跟這個沙烏地阿勃 他希望可以這個回到這個 比較好的關係 但是顯然也碰了一個軟釘子 沒有得到太大的這個成果 所以如果拜登他在外交上面 他沒有辦法展現一個豐碩的成果 而在內政 他又沒有一種鐵碗 包括通膨他也沒解決 美國通膨真的很嚴重 他沒有能力解決 然後剛剛特別提到的 多胎的議題 還有這個槍支管制的議題 他都沒有展現某種的決斷力 那這個我覺得現代人 越來越沒有耐心 對一個總統這樣的表現 可能會覺得太平庸 所以可能就會想要換掉他 那剛剛這個斯剛講說 有一些州的參議員 沒有 他旁邊的那個副總統賀錦麗 一開始他們兩個在搭檔的時候 就很多人說 拜登有可能做不完任期 可能是這個副總統會來取而代之 那賀錦麗看起來 一直也有這樣的一個企圖心 雖然他現在稍微比較低調一點 但是我覺得拜登的這個連任之路 看起來這個真的是挑戰非常大 有來自黨內的挑戰也很大 我覺得他年輕時代民主黨 對他大哥不滿的 主要 最重要還是墮胎 墮胎權被大法官否決了以後 說要到國會立法才算 要不然就尊重各州 我覺得這個對民主黨 他這種一般講究Liberal 講究開放 然後女性要 身體是我自己的 你不要管我 拜登又不敢去跟大法官對抗 不過他也很難跟大法官對抗 但是他們是希望他拿出行政命令來 跟大法官對抗 拜登顯然沒做到這一點 年輕時代對這個 我想是很失望的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請拜登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又請 好了